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今天我們這一集非常精彩 我個人很期待 因為來的來賓 他是自個兒下戰帖 要選他 要跟他PK的對手 而且聽說這兩個來賓 他們4年已經沒有見過 在演藝圈 都還在演藝圈非常活躍 但是這4年當中 竟然沒見過面 我們來歡迎的就是 我們上一次贏完之後 馬上跟加古哥下戰帖 歡迎趙哥 Yes 太好了 就是我 沒錯 所以趙哥 4年不見 大概3個禮拜 晚上8點鐘 聽到門口 爆… 怎麼了 什麼 誰 對 翻出去 趙哥在外面說 我給你下戰帖啊你 他在節目上 我住桃園啊 嗆聲嗆很大 我住桃園 他開到桃園來敲我的門 對 你現在是所有 我們在節目當中 來賓PK想要下戰帖的人 大家下戰帖 可不可以寫Email就好了 不要像趙哥這樣 到我家門口來敲門 這就是趙哥他的風格 這是我的個性 我的風格 對啊 不過你們兩個 都在演藝圈這麼活躍 為什麼都沒見過面4年 應該這樣講 這幾年我看到他 大部分都是上一些美食的節目 打打沙沙的節目 你告訴我哪個節目 打打沙沙的節目 沒有 我們就是 唇槍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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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不是 對 所以就是後來都沒見過面 聽說上一次見面是他 是我要結婚的時候 我跟趙哥講 趙哥說 我紅包一定到 可是我人可能沒空到 就很開心這樣 結果沒想到 趙哥在我們節目 他就說 好 我跟那個講 我跟一下戰帖 你叫他來嘛 你來跟我PK看看 結果沒想到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節目 非常戲劇性 因為我們把食材 提供給兩位之後 沒想到 英雄所見略同 兩個人開的菜單 竟然是一模一樣 同一道菜 食材應該是說一模一樣 但是做法各有千秋 百萬不同 可是問題是 趙哥先開了這個菜單 所以先開先贏 所以Jack就被逼著要換 我沒有被逼 只是電話那個Re稿的人說 趙哥你已經開了這個 如果你膽敢再開這個 你就死得很難看 也不會 也不會 也不至於 只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是高手的話 基本上我的菜單的那個 食材在那裡 他要懂得如何變化 這就是有巧妙的不同 這真的真的 如果說他說 我不要這個菜了 我要另外做一個什麼菜 那就瞎了 這是等 趙哥說的完全敘事 因為那個人接下來說 如果你不懂變化 你就死得很難看 都是完全 依照趙哥的那個口氣 在跟你對稿 當下我在睡覺說 好 我了解 可是趙哥你怎麼 我當初是想說 你為什麼上一集的時候 你會想要跟蔣瑋文PK 那是因為你講的 你說他做菜很厲害 小朋友都投他來票 說他從來沒輸過 我興奮在想 那有什麼了不起 要贏得孩子 口中的那一份滋味 沒那麼簡單 不是說他出了七本書 就叫厲害 是… 因為他上一集又差點 輸給艾利克斯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可是我要先講一件事 我也是出過一本美食書的人 所以基本上 雖然差他的七本 少了六本 對 但是我那一本 就等於他的七本 真的 你那一本 集精華在那一本裡面 你那一本是什麼 美食書 是 美食書 反正就是吃片大器 做創意料理 我記得是藍子湯料理 對…做創意料理 以外呢 還介紹一些 台北的一些 比較知名的老店的一些 對… 老味道 有特色的 對… 是… 那我們今天當然嗆名啦 我們要PK的就是 小朋友都很愛吃的 咖哩 太好 你要用咖哩要來PK 兩個人要做出 不一樣的咖哩食物 其實很難比耶 因為很難分出個高下 咖哩是你的強項嗎 趙哥 當然不是 蛤 不是啊 但是基本上 咖哩不難做 其實一般我們常常在家裡吃的 就是所謂的日式咖哩 對… 對不對 就馬鈴薯 紅蘿蔔 那個青豆仁 煮一煮 炒一炒 做一下Mix以後 然後湯水下一下 就可以配飯 就可以做什麼 頂多再做一塊炸豬排 配上去 淋上去 大概是這樣子做法 對 但是我今天是比較創意料理的方式 脫離過往那種方式的做法 了解 那Jack後來被逼換菜單之後 你想出了料理 咖哩是你的強項嗎 咖哩也算是強項 因為其實是 因為家裡小朋友他過敏 所以我們不能用日式的咖哩 要用咖哩粉 對 因為咖哩塊其實很方便 實際上把湯煮熟 咖哩下去 小朋友就很愛吃 對 因為他就調味好了 但是因為我的小朋友正好 他過敏 所以我們家就常常都要用咖哩粉 可是因為專研咖哩粉 也讓我專研出一套 用咖哩粉的好方法 因為咖哩粉其實很嗆 有些小朋友不太喜歡 要準備讓他比較滑順一點 這就是有辦法 所以趙哥今天會用的是咖哩塊囉 我用咖哩粉 兩個都用咖哩粉 那有得比 因為我想說如果趙哥是用咖哩塊 然後Jaco用咖哩粉 那Jaco可能會小小吃虧一點點 對 跟這個廚藝大師PK 我怎麼可能用咖哩塊 要公平盡盡 當然 好 當然營養的部分 我們就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益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希望Jaco可以出書 妳長高了 真的喔 但是小朋友是殘忍的 妳現在越來越講話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則新聞 這新聞就是跟咖哩有關囉 因為咖哩裡面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薑黃 那我們知道說薑黃其實很多 新聞都在講說薑黃其實非常非常的營養 具有抗發炎等等等等的功效 但是薑黃到底要怎麼樣吃最有效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薑黃磨成粉這種叫做薑黃酥的食品 號稱抗氧化具有活血化育的作用 不少人都當作保健食品來使用 不過大家知道正確的薑黃酥吃法嗎 指容性的 所以說它如果是在飯後吃 然後呢 因為你飯後吃 你一定會有這個 我們會食物裡面會有一些油脂東西 譬如說會有炒菜啊或者什麼油 那你這個飯後來吃的效果會吸收比較好 許多人買了薑黃粉或是薑黃錠都直接生吃 但事實上薑黃素屬於脂溶性物質 想要完整吸收最好搭配油脂或加熱 不管是飯後吃煮成咖哩或是泡在熱水 吸收效果都比生吃冷泡好 薑黃素雖然對身體健康 但仍然有些族群不宜食用 像是服用抗凝解劑的患者 孕婦還有膽結石的患者都要注意 保證食品不是一妹吃就好 抓到最正確的烘調方式 才能完整吸收將健康給吃下肚 記者環藝房李永靜台北報導 告訴大家一個小知識跟小常識 因為我一直以為說薑黃 因為有薑這個字嘛 然後又有嗆辣感 所以我一直以為說薑黃跟薑 應該有一點點親屬關係 到底有沒有 其實它 因為通常我們分那個植物 都會分界門岗木刻塑種 對 它可能在那個柯的部分 它是有岔開來不一樣的 對 所以事實上它是不一樣的 薑歸薑 然後薑黃我們就俗稱 所謂的黃薑 對 所以是 薑黃是薑嗎 薑黃其實不是薑 是不是算遠親 但是不是近親這樣 因為薑 譬如說薑我們都知道是大大的 對 薑黃其實就是小小小的 然後裡面剝開是那個 有點黃黃的 那一樣都是要磨 才會變成像粉粉 因為薑是有薑辣素 薑黃是薑黃素 所以基本上它的植化素成分 也差很多 對 了解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咖哩 咖哩裡面就含有薑黃是不是 其實咖哩大部分因為 其實如果真的健康做的話 確實要用薑黃粉去做 那薑黃本身其實很多的研究 尤其是在日本 台灣很多研究 包括早期在印度也很多 包括它有所謂抗發炎的功能 抗氧化的功能 還有最大最著名的就是護肝 對 所以早期很多人 他如果有一些冰乾 或是有些人可能覺得 比較疲勞一點 他就覺得可以補充一點薑黃 所以剛剛其實新聞裡面提到 保健食品 或是你要吃薑黃的料理 比如說薑黃料理 我們本來就會有油 所以其實它可以提升 它的吸收率 那如果有的人 他可能買一些保健食品薑黃 我們建議是餐後吃 因為餐中你有油 所以其實可以幫助餐後 你這個保健食品的吸收 所以這個都可以 然後另外薑黃很多人 還用在所謂的哪邊你知道嗎 退化性關節炎 因為他剛剛其實有抗發炎對不對 所以有些老人家 如果有些退化性關節炎的話 其實我們鼓勵一週 大概時可以兩到三次 可以吃到一些薑黃的料理 對 薑黃吃多了 皮膚到底會不會變黃 其實它不會整個變黃到 就是一直累積 但是它確實有色素累積沒錯 但是它是屬於食物色素 所以那個很黃你知道嗎 你很黃 不會 你怎麼那麼笨 你要這樣講的話 那我們如果常喝咖啡 咖啡喝酒 你就整個人變咖啡色嗎 不可能 不可能 牙齒變咖啡色 牙齒變黑的話 就洗洗牙就好了 真的喔 對 這也不難 所以我建議的量 就是一個禮拜大概兩到三次 這樣子 那其實可以吃滿頻繁的 其實滿頻繁的 對啊 而且它粉會比快來得好很多 真的 因為快其實裡面有很多的黏稠劑 還有一些色素什麼的味精 那薑黃粉就單純的薑黃 那如果你要買那個黃薑 其實秋天的薑黃 它的品質是最好的 營養價值最高的 秋的薑黃 對 我在想說薑黃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能夠解酒 有嗎 因為我有在日本有看過 你要用薑黃素做的解酒液 對 就是日本有做過薑黃的 什麼解酒液之類的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近幾年很多人 他在喝酒前或喝酒後 都會補充薑黃 會薑錠 薑黃錠 因為你本身在喝酒的過程裡面 酒精需要經過肝臟去代謝它 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你喝了很多的酒 你肝臟就要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就會很累 所以剛剛提到 我們的薑黃其實有護肝的功能 它可以修復肝臟 修復它的組織 所以其實間接上來講 是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你喝太多的酒 其實要解酒 唯一最好辦法就是多喝水 因為水才是可以 把那個酒精代解掉 OK 好 趙師傅今天要出什麼菜 我今天要做的菜就是 香脆咖哩餃餃 這個我一看就好想吃 這小朋友會愛喔 我跟你講這是功夫菜 對 這個菜沒那麼簡單 所以隨便炒一炒 拌一拌 弄一弄 切一切就可以做出來 這個菜剛好就是 隨便炒一炒 切一切弄一弄就可以出來了 來 那我看看你什麼菜 來…你想一下你的菜 咖哩肉醬熱狗飽 厲害在哪裡 這道菜厲害在哪裡 我玩了 這一場的簡單 我覺得… 你會贏耶 我覺得趙哥這真的是功夫菜 我會想吃這一道 但你知道 小朋友對於熱狗 沒有抵擋能力 你有加熱狗嗎 我跟你講 沒有加熱狗 本來就只是熱狗吧 熱狗吧 沒有熱狗 沒有加熱狗 但是我們不會跟小朋友講 因為這個名字是熱狗吧 OK 但是我覺得趙哥 這個有點小小的危險 怎麼說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吃過 因為它是印度的 一個很有名的料理 香脆咖哩餃餃 它這個咖哩的味道 是比較香 比較嗆 是比較類似印度人喜歡吃的 所以小朋友有時候 不太容易接受 這麼香 這麼嗆的味道 不會啦 今天知道說是小朋友要吃 所以我在這味道上面 有個比例的 稍微調成是孩子 比較忠實一點 對… 不敢說本來醉得那麼嗆 如果怕味道太嗆的話 孩子一入口 其實還沒入口 光是聞到那種味道 好 來介紹今天的四位小朋友 首先歡迎的是Jason Ella Jasmine 還有Momo 好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OK OK 趙哥要先來幫我們示範這一道 香脆 用的是哪些食材呢 我們來看看 春捲皮兩張 馬鈴薯一個 紅蘿蔔半根青豆適量 蛋一顆咖哩粉兩小匙 黃薑粉二分之一小匙 麵粉水鹽黑胡椒粉各少許 好的 各位你們要去拿馬鈴薯 知道馬鈴薯長什麼樣子嗎 知道 聰明 紅蘿蔔 知道嗎 知道 非常好 然後還有那個青豆仁 知道嗎 青豆仁 綠綠的 有點像那個 對… 我有了 但是這是我要做菜用的 要麻煩你們再拿一次新的給我 可以嗎 可以 好 現在開始 GO 部隊… 走 各位你們要去拿馬鈴薯 慢慢拿好 對 拿對了 青豆仁 知道馬鈴薯長什麼樣子嗎 對 胡蘿蔔拿一根回來 很好 馬鈴薯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馬鈴薯 馬鈴薯 對 好 都拿到了就趕快回來 來 好 我們剛剛看一下 拿對了 好 聽到 馬鈴薯 是的 紅蘿蔔 紅蘿蔔 OK 這三個都拿好了以後 是 我們接下來準備 還是我們這個萬用的這個 切塊的這個機器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第一個 因為一般媽媽 尤其是新手媽媽 在做菜基本上刀具 基本上都不知道 如何去區分這個刀具什麼 是啊 有的是刀子又不是特別大 拿那個剁排骨的刀 拿來切菜 那其實是危險 其實刀有分 是 有這個機器 這個簡易的切塊機 是最好的 而且通常 不可能是它可以切一樣大小 那當然 對 我們先把這個皮削一下 趙哥削皮 就是有一種帥氣的感覺 削得好 帥 你通常在外面 旁噴音不是一直在說 什麼爛死了 什麼之類的 好 我們基本上 好棒 趙哥 這個叫做刀具 刀具 對 要有一個氣勢 一種氣勢 對 雖然我在幾年當中 常拿一些不同的器具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什麼都好 大家看就知道 對 什麼器具 什麼器具 就是一些削皮器 對 哪些削皮器 或是剝皮的什麼 一些剪東西的剪刀 對不對 剝皮器 好 流心錘吧 流心錘 那是 那個是 謝謝 像趙哥這麼有氣勢 哪幾個流心錘 也不是什麼意外的事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再把這馬鈴薯切塊 是 切了這個大小適中以後 是 趙哥切的馬鈴薯中氣勢 來 給妳壓一下 用力 1 2 3 漂亮一次 來 妹妹 妳叫什麼名字 來 壓一下 小心 小心 她的手 有沒有要吃飯 1 2 3 OK 沒問題 其實如果在家裡面 這也算是跟孩子 培養親子關係的互動 對 如果孩子真的年紀小 不適合做這些事情的話 對 其實爸媽自己做就好 孩子在旁邊看 可以問他們聊天 你看 給我們輕鬆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好 再來一次 好 OK 當這個馬鈴薯 全部都切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出來 為什麼趙哥切馬鈴薯的時候 感覺在處理仇家的感覺 在仇家對不對 不會 其實滿好的 其實我常常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背後都有貼一些布條 什麼叫做什麼 貼一些布條 欠債不還 全家死光 還是什麼 注意之類 這段可以這樣吃 不需要講 這段不需要講 太好笑了 所以我喜歡吃 我喜歡這一段 好 然後切完以後 一樣 烏龍骨也是很快速的削皮 是 好 這個皮削好以後 是 來 我們先放旁邊 好 我們把這多餘了給它收起來 是的 好 來 一樣 把那個頭尾給去掉 是 通常有的時候頭尾的部分 都是比較苦澀 是 是 切開以後 再對切 很快就對切 好喜歡看趙哥切東西 來 一樣 我來切就好 因為這比較大塊比較硬 對 只要一些器具 叔叔來就好 你知道這個其實 很厲害 好方便 這真的是很方便 沒有 一些 你是器具達人 趙哥做菜好MAN 對 好MAN 好MAN 其實做菜真的不要 太多的複雜 對 因為如果太複雜的話 其實大家會有壓力 為什麼這個器具 在你手上那麼好用 特別好用 有那麼難嗎 做菜現在記得要一件事情 手一定要乾淨 手要乾淨 因為畢竟東西是放到嘴巴裡面吃 對 妳如果說弄不乾淨的話 孩子吃得容易拉肚子 對腸胃也不是很好 對 處理完之後一定要吸收 對 把些血水洗掉 這些做完以後呢 好 我們接下來血水 我剛剛 沒有…還沒有處 我以為妳有處理肌肉 沒有妳剛剛講的也沒錯 血水是因為有時候不好 封到自己的手 對 破皮 是啦 油要把血水洗掉對不對 好 這個時候呢 看到了喔 就拿一個不沾過來 我糟了 趙哥不要再打了 我糟了 加一點油以後呢 我們先做什麼事呢 是 當油熱了以後 我們就放咖哩粉 放咖哩粉 下去呢 是的 然後還有 對 還有剛剛 我們講到那個重點 薑黃粉 薑黃粉有沒有 薑黃粉的味道 千萬不要太多 因為它味道很重 其實放1 1匙就可以了 對 所以以裡咖哩粉跟薑黃粉 是不同粉 其實薑黃粉是像這樣子的 那一般我們如果煮咖哩的話 這個應該是有一點調味的 是… 調味的咖哩粉 對 那熱油起了以後 這開始炒 好香喔 炒完以後 對 然後接著呢 就把胡蘿蔔 是 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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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鍋裡面 趕快拌炒一下 對 拌炒這中間大概兩三分鐘 稍微有點上色就可以 是 完之後呢 就拿出我們另外一個 青豆仁 對 青豆仁 青豆仁喔 其實基本上來講 都是已經熟的 對 它是冷凍的嘛 所以它就熟了 我們就放大概 一半的青豆仁下去 看一個配色就好了 一個配色 對 然後把青豆仁放下去炒 半炒完以後呢 最後就可以先起鍋 了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招式 它不是說只有炒好就好 招式 對 拚他招供招式 十字 我們還有一個做法 十字固定法 十字固定法 搞錯了 真的 你一定要講什麼話 你都接那麼清楚 一些招式 不是招式 就是一些做法 撿舌頭 假手 十字固定 拔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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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什麼招式 來 拌炒完以後呢 對 就先起鍋 先給各位看一下 那顏色好漂亮耶 這個是剛剛我炒的 有沒有 對 起鍋完以後呢 是 就把它炒成這樣子 油亮油亮 金黃金黃 是… 小朋友問問問問問看香不香 我們要叫你聞 你聞… 香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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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啊 其實 咖哩的味道 對 所以咖哩味香不香 不香 那你各位不要吃 沒關係 反正今天重點不是你 你就在旁邊幫我拿菜就好了 好 我也沒說過不好 好 這個弄完以後呢 好 我們就開始做一個最厲害的 來 剛剛有講到 我們這個食材裡面有說到 要用這個春捲皮有沒有 對 春捲皮 來 春捲皮呢 我們把它給撕開 像這張破了就不好 那我們弄下一張 但是沒關係 沒關係啊 因為它是邊破 它千萬不要破中間 如果這個春捲皮破中間的話 過也要包不好包 對 我們直接用一個技巧的處理 是 就是兩邊各化一刀 是 好有殺氣喔 對 兩邊 對 然後劃開 是 在中間呢 有沒有 兩邊都覺得 這樣子就是完整 完整一張的麵皮有沒有 中間再切一刀 是 好會處理喔 對 它好會處理 它很會處理 它很會處理 很會處理 沒關係處理什麼大袋 大小袋 我還沒處理過你 所以不用這麼說 不用處理過你 好 來 好 來 這個時候呢 再把弄一些麵粉水 麵粉水 為什麼要弄麵粉水呢 是過一會兒 我們包這個餡料的時候 要把它黏起來 封口的 聰明 不可以是做主持人的 好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封口費啊 封口一定要把它封起來 對 又要器具 又要封口費 要給一些 然後處理 然後處理 還要封口對不對 最後封口之後 對不對 埋進去 封口 封眼睛 封口皮 都把它封起來 趙哥 各位 這是一個很資訊的節目 對 我們不需要講一些 奇奇怪怪的話 我們是 沒有 我們是要把這個封口 好 來 對 封口之前我們先給它對摺 先做一個口的對摺 怎麼弄 這個對摺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過一會兒 我們要把這個餡料擺進去 對 所以在封口這地方 先塗一點麵粉水 對 所以它麵粉不能調太稀 是 要有一點黏性 先塗一個像三角形 對 這樣子是不是就有一個口 對 過一東西是不是可以擺進去 對 就把它做成一個袋子的感覺 是 然後呢 來 就把一些剛剛這些的餡料 炒好的餡料 對 就開始放在這個封口裡 好 這個皮是 對 這個皮過一烤的時候 就很好吃 這個酷耶 這大家可以學起來 小朋友最喜歡吃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小小的一口 而且什麼味道都有 對 你媽媽會不會做這個給你吃 爸爸會不會 爺爺會不會 奶奶會不會 只有我會 好嗎 來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捲一次 對 再捲一次 再封一次 再封一次的時候 這邊還是一樣 再用一點麵糊 對 要用麵糊 稍微把它固定 這個我喜歡 怎麼看 這個包這個東西 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有一種療癒感 趙哥一個大男人 這樣用感覺好像很細心 對啊 就很求交往那種感覺 來 最後封好以後呢 這邊的多鯉魚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切掉 對 封口之後 對 封口這邊把它切起來 那這個黏起來就好了 對 好 整個封好以後呢 不要以為這樣子就解決了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要求的是吃的飲食要健康 對 很多人以為說要用油炸 其實我們不要用油 你不用油炸 我們用烤的 但是在烤之前呢 這麼乾的這個皮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放在烤箱裡以後 它很容易燒焦 沒錯 我們要放一個這個東西 這也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蛋液 是 沒錯 聰明 來 這個蛋液呢 我們就把它抹成薄薄的一層 它這樣烤完之後會金黃金黃 是的 沒有錯 小朋友最喜歡 厲害 抹上蛋液以後呢 對 再把它烤下 是 烤上十分鐘 是 就會出來看一下我們直接的成品 因為它裡面料都是熟的嘛 對不對 對… 好漂亮耶 哇 這個我好想要趕快吃一個 等一下 對 來 接一下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十分鐘之後呢 剛剛烤出來的這一個成品 上面再灑一點點的巴西里 對 巴西里 對 它看起來色香味俱全 就非常好吃了 這樣子明白了嗎 很厲害耶 色香味俱全 當然 趙哥做完這道料理 我們要考考大家一個小知識 小嘗試 好的 請Jacko幫我們回答一下 使用咖哩粉製作的咖哩醬 常有不夠粘稠的問題 加入何者可以改善 A 蘋果 B 花椰菜 C 薑黃粉 使用咖哩粉製作的咖哩醬 常有不夠粘稠的問題 加入何者可以改善 A 蘋果 B 花椰菜 C 薑黃粉 不夠粘稠的問題 對 花椰菜是怎麼回事 對 薑黃粉會讓它粘稠嗎 蘋果吧 蘋果是吧 對 因為這樣看起來 只有蘋果比較有感覺 是有點果果泥的感覺 真的喔 好 恭喜Jacko答對了 我想有在做菜 慢慢都會知道 蘋果裡面有果膠 果膠還能很高 對 或是香蕉 但香蕉最近比較貴 所以可以用蘋果 對 OK 趙哥這道料理就完成囉 那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換Jacko哥上場囉 加油 好 接下來換Jacko 要幫我們示範 咖哩肉醬熱狗寶 要用到哪些食材呢 包括了有豬絞肉100克 番茄1顆 牛絞肉100克 洋蔥半顆 西洋芹1顆 紅蘿蔔1顆 紅蘿蔔1顆 南瓜泥3大匙 鹽奶200cc 美生菜1顆 熱狗麵包2顆 咖哩粉1大匙 鹽1小匙 鹽1小匙 跟糖1小匙 我覺得怡黎 妳會喜歡這個耶 不喜歡 因為她加了鹽奶 我不太喜歡鹽奶的東西 為什麼 是妳個人不喜歡泰國 泰式的味道 她做鹽奶只有 有什麼 妳不要再告訴我們 有秘密是不是 沒有 因為鹽奶通常 它是屬於 飽和脂肪酸比較高的 偏向油脂的水果 去做出來的 所以通常我們 不太建議我們的病人 或是 如果是老人家 不太建議吃太多的鹽奶 但是他們是小朋友呢 不是病人也不是老人 但是鹽奶 我覺得它沒有太健康 真的喔 好 沒關係 但是它的組合滿多蔬菜的 是 我是滿好奇 這道料理做出來 會是什麼樣的味道 其實這道料理它只是變化版 它原本應該是做 義大利肉醬 對 那我把它再增加了一些東西 可以放在熱狗包裡面 不至於太失聰 了解 好 那你請兩個小幫手 幫你拿東西吧 好的 小朋友們 你要幫Ella跟Jason 可以幫我拿東西嗎 可以 幫我拿洋蔥 知道洋蔥長什麼樣子嗎 知道 番茄長什麼樣子 知道 還有咖哩粉 真的嗎 好 去拿 可是回答太快 你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 真的喔 他們知道啦 咖哩粉 洋蔥耶 洋蔥 洋蔥 上面 上面 在上面 Ella 在你前面 好 對啦 洋蔥 番茄 咖哩粉 非常好 謝謝 洋蔥 咖哩粉 咖哩粉 番茄 很好 把車開回去停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小朋友可以幫你們很簡單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就切 把它全部切丁就好了 對 因為我們要做肉醬 對 小朋友你要幫我先把洋蔥丁給我 好不好 洋蔥丁給我 誰可以給我 洋蔥丁 洋蔥丁 好 洋蔥把它切丁 對 我們現在把洋蔥丁 放在鍋子裡面 熱鍋以後把洋蔥丁放上去 奇怪 你教人家拿洋蔥 你不切一下洋蔥給人家看 就直接洋蔥丁 你也太運動製作單位了吧 不是 我想說 我剛剛在從頭表演 趙哥已經 已經處理了一些東西 我想說今天我在裡面 處理不太好意思 洋蔥丁好不好 我們切洋蔥丁 我覺得半顆 最後這個根的不要把它切斷 不要 因為洋蔥丁 你這樣切最方便 就是這樣子先把它畫橫的 對嗎 讓洋蔥丁示範一下怎麼切 橫的 然後這時候 你就把它這樣子切 都不切斷 不用切斷 它這樣就會變丁了嗎 對啊 這樣就會變丁 因為你剛剛已經畫橫的 你現在就把它畫直的 是 然後這時候 它就會變丁了 你看這裡比較快 酷耶 酷耶 那如果說你的刀子 或這個 你如果這個洋蔥太大塊 你不好拿的話 你可以先切斜的 像這樣 厲害 不愧是大師 真的大師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要在橫剖面 下面先 對 先剖個幾刀 先剖個幾刀 對 然後這樣很快很快 就可以變丁了 對 很厲害 然後而且 因為你後面是連著的 它也不會散掉 這招可以學起來 後面這個地方 因為你剛剛沒有畫刀 這剩下最後一點點 你可以把它 這時候再把它切直條的 對 不要浪費 對 就像這樣子 OK 然後把它剁一剁 它一下輕輕鬆鬆就切完了 對 要一點點的關係 其實我們剛剛只是想要 叫你切一點點而已 你切太多了 是 因為這一顆很大顆 趙哥 好 其他的蔬菜 水果 差不多都是這種切法 好不好 所以要看別的嗎 沒有… 我覺得這很不錯 要不要再看番茄還是紅薄 番茄跟紅薄我會 我只是想吃洋蔥 OK 好 那我們把洋蔥先炒一下 好 好 洋蔥 炒出香氣 最好是不只是炒出香氣 洋蔥其實你用火慢慢炒 炒到它有點焦黃的話 有點焦黃的話 它甜度就會增高 對 這時候才好吃 像我們吃法式的洋蔥湯 就是把洋蔥 小朋友都在哭 全部都在哭 我剛剛就覺得奇怪 洋蔥切得那麼近 孩子居然不流淚 我還擔心這個洋蔥是假的 對 你知道嗎 因為我比較高 小朋友都在哭 現在全部被熟到了 一定要口 不好意思 只好剩下我當你的小幫手 好不好 OK 我們把那個 紅蘿蔔 紅蘿蔔給我 紅蘿蔔我們要把它切丁 切丁 切細一點越好 然後再來就是芹菜 西洋芹 對 西洋芹跟洋蔥跟紅蘿蔔 這三樣東西 是義大利肉醬裡面的 三個最重要的 一定要把它炒出那個焦糖化的感覺 就把它炒到有點這個 有點糖要把它炒出來 因為其實蔬菜裡面是有甜分的 是 就慢慢炒它 好 差不多以後呢 這時候你要下一次絞肉 絞肉 我們這時候有豬絞肉 所以絞肉不用調味直接下去炒 不用 OK 我們後來就調味就好了 然後牛絞肉 牛絞肉 所以你用兩種不同的絞肉 對…因為牛絞肉是比較乾澀 豬絞肉是比較帶油 我們就把這兩個再把它炒一炒 因為我其實我常常去覺得奇怪 為什麼大家切洋蔥 切蔥都會流眼淚 這有一種說法 你當然高是一回事 另外一個 如果要切洋蔥 不讓它流淚的話 洋蔥在提前做菜前一天 冰一下 你分到冰箱 來就不會有刺激了 了解 OK好 這炒差不多我們這時候呢 油脂也出來了 肉也炒香了 我們就可以把咖哩粉放進去了 好 炒進去 咖哩粉炒一炒 好 這時候把咖哩粉炒香 好不好 炒香以後我們就可以把番茄 放進去 厲害 因為番茄裡面是有水分的 對 所以你是要把水分炒掉對不對 對 番茄把它的前後處把它炒出 然後帶了一點酸酸的味道 因為不然這裡面 全部都是咖哩嗆味 這個酸味其實會綜合它的味道 好 番茄下去炒一炒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今天的一個 很特殊的祕密武器放進去 這是南瓜泥 南瓜泥其實帶了一點甜味 甜度 我想要這個肉醬不要那麼稀 其實我覺得Jacko這道很用心 對 其實它的食材搭配是真的很一樣 對 而且它用不同的 譬如說有醬的 然後再搭一點就是甜的 然後再搭一點 譬如說有蔬菜水果它混在一起 然後有水分的 然後有一點粘稠的這樣子 其實是很用心的一道料理 所以我們通通不用加水 它慢慢炒 那個番茄會出水 是 蔬菜也都是有水分 對 今天因為我們沒有調什麼味道 我們現在要給它一點甜的味道 我們用一個水果 這上面沒有 可是我剛剛想到說 剛剛有想說 什麼 蘋果可以讓它變成 蘋果泥 又帶了甜味 所以我們需要一點蘋果泥放進去 酷 讓它可以有一點甜味 這是為什麼 很多那種日本的咖哩塊 都會說蘋果咖哩 因為蘋果可以增加咖哩的甜度 其實日式家庭 他們很多咖哩 他們有自己的一些獨特味 也會加芒果 也會加咖哩 也會加巧克力 都不一樣 你可以在家試試看 我有加過巧克力 巧克力也可以增加它的濃稠度 對 如果你覺得它不夠濃郁的話 其實加大概 是苦的巧克力 大概加三片左右 就兩塊的咖哩塊 加三片巧克力 其實就可以增加它的濃稠度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 椰奶放進來了 來 好的 然後如果有點鹽的話 就可以把鹽之後 撒一點鹽下去 調味一下 用鹽跟糖來慢慢調味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加了南瓜泥 又加了蘋果泥 所以說甜味你就可以加少一點 鹽味就是要下來 因為這邊沒有放什麼鹽 好 所以你必須要有鹽的味道 它才會凸顯它的肉的鮮味 yes 好 OK 為什麼我講做菜步驟 就感覺很平和的感覺 因為你就是一個很peace的 對啊 你沒有處理過什麼東西 感覺好像它不會封口 對啊 好啦 你做了菜那個項目那麼多 當然你一定要慢慢講 是 對不對 你不像我們那麼簡單對不對 我們是快很準 對不對 你是老婆在拖車 它是走一種細緻路線 對 兩個人風格不錯 沒有意義嘛 你確定它鍋裡做的會好吃嗎 還是會買單嗎 對 最後…我們沒有放 你沒有要理趙哥的意思 還是不要理他 好 好 那個如果付不出風口費 好不好 好 我們最後加點起司 起司 增加它的香氣 然後增加它的鹹度 了解 這時候下去了 這倒 這樣就可以了 就算沒有在那個狗寶上 我都很想吃 但這時候這樣把它炒一炒 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說你沒有加起司 你可以再加奶油 但是我們今天有起司 我們就不要增加油脂 就不用放奶油了 OK 好 這樣子我們這個肉醬 就可以完成了 是的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的熱狗寶上面 那我們奶油可以抹在那個 熱狗寶的內部 中間 讓它先烤一下 因為如果說你的熱狗寶 完全不用奶油烤它的話 如果你這些醬汁太多 你放那個熱狗寶裡面 它會完全被麵包吸掉 然後麵包就變爛爛糊糊的 但如果你塗了一點奶油 在熱狗寶裡面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防水 不是 加狗你可不可以講快點 我這個已經在碎了 是 完成了 我們這個肉醬的成品 炒完之後一碗就變這樣子 超香的耶 超級香的 好的 這個想吃 這個非常讚 因為你看這個水分是有 但是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希望有點甜度 我們不要加糖 我們加美生菜絲 我們在熱狗寶裡面 切一點美生菜 把它放裡面 那你在吃的時候 有這個咖哩肉醬的味道 然後它有口感很脆脆的 然後會變清爽 沒錯 不賴不賴 好的 就這樣子完成了 好 所以我們做好的這一道料理 現在就已經把它加入 已經烤好的熱狗寶裡面 就完成了 上面放點啟示吃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烤 一樣來烤趙哥一個題目 來 好不好 來 趙哥 我們一起回答 請問你 吃咖哩並沒有下列哪一種保健功能 沒有喔 沒有喔 沒有的 A 預防失智 B 增加法量 C 抗發炎 吃咖哩並沒有下列哪一種保健功能 沒有喔 沒有喔 沒有的 A 預防失智 B 增加法量 C 抗發炎 小朋友說ABC哪一個 哪一個 ABC哪一個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你也聽不懂 好 B 增加法量 應該不可能增加法量 不能增加法量 對 因為你也看到很多 吊法很嚴重的人 吃咖哩也沒什麼用 也從來沒聽過什麼偏方說 預防吊法的話可以吃咖哩 也沒聽過 只聽過把薑塗在頭皮上 對 對 沒聽過咖哩 沒聽過咖哩 咖哩不是有薑黃嗎 可是薑黃是薑黃 它這邊是寫咖哩 是 是咖哩沒有哪一種保健功能 應該是 預防失智跟抗發炎 是剛剛有講的 對 預防失智沒講 是講剛剛抗發炎 有那個機率 對 但是增加法量就沒聽過 趙哥果然是非常有嘗試 有知識 恭喜趙哥答對了 YES 所以咖哩是可以預防失智的 失智其實有很多種 其中有一種叫做 血管性的失智 就是說你的血管裡面 油脂太多 塞住而導致失智 對 這一種的話 其實咖哩本身 它就有抗發炎 促進血液循環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常常吃一些 大魚大肉 或是你是屬於肥胖的 相對的 有可能你血管性失智的風險 會增加 了解 所以你可能其實在肉裡面 或是像你的料理裡面 加這種薑黃 它確實是可以預防失智 了解 所以咖哩是可以預防失智 真的是很好的 OK 但是接下來我最想看 這個 趙哥跟Jacko哥 而且是趙哥下戰帖 你今天沒有在讓的意思對不對 因為你做得非常急 你沒有發現我今天整集都很 你千萬不要讓 兄弟 我沒讓 到時候你輸的話 又在那邊繼續歪歪的 你不要讓 好 你有話就講 好 拿出你的功力 好 我們接下來就看看 到底是趙哥的 香脆咖哩腳 或者是 Jacko哥的 咖哩肉醬熱狗寶 會比較擄獲小朋友的心呢 好的 到了我們試吃跟投票的時間了 據以理說 Jacko的那一道其實味道很重 我覺得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 香氣十足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思考模式的話 就要先吃趙哥的 不然對你不公平 好 來 先吃我們趙哥叔叔的 這個 咖哩腳 沒錯 好 先吃咖哩腳 看一下小朋友吃的樣子 Ella好吃嗎 好吃喔 對不對 好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觀察一下 小朋友吃 Jacko做的這個 咖哩熱狗寶 先聞聞看 先聞聞看 超香的 咖哩麵包的味道 對 咖哩麵包的味道 厲害喔 好 來吃吃咖哩 可是他這一口吃不完 拿起來吃 你可以拿起來吃OK啊 用手拿起來吃 用手拿起來吃 還會牽絲耶 有沒有 因為它有點氣絲 對 對 用手拿起來吃這樣 結果Momo食慾超好 他年紀最小 他一口全部三個 厲害 Momo好吃嗎 好吃喔 好吃 好吃 好 在小朋友吃的同時呢 其實觀察不太出來 因為他們兩道都吃得很開心 我應該這樣講 剛剛我為什麼要叫家口 切這個洋蔥 為什麼 其實是有用意的 為什麼 因為孩子離這個 切洋蔥地方近 如果我知道 洋蔥切以後 會散發了那一個 枝葉的那個味道 會刺激小朋友 對 小孩子就會討厭他 真的 疑 就會跑票 對 那竟然為什麼 我會跟趙哥同高呢 因為我覺得跟趙哥 比他高一點 是不禮貌 所以我甘願自己八萬 其實我不介意 你跪著跟我錄影 不要 我介意這樣就可以錄影 真的 這樣會停落即正 OK 小朋友已經都差不多吃完了 不過儀禮先來幫我們 預測一下 因為這一場 我們這一場 其實是趙哥他自己下戰節 是 他是心想說 大家都講說 Jaco這麼會煮餐 不然就Jaco來跟我PK一下 你覺得呢 我說實在的 今天沒有刀拿在我脖子上 我說實話 趙哥那一道真的很像餐廳 咖哩餐廳在賣的 謝謝 他真的做得很道地 真的 而且 真的不油膩 通常啊 通常有的是用炸 你是用煎的 他是用烤的 他是用烤的 所以他其實酥酥脆脆的 然後裡面的那個 調的那個馬鈴薯 紅蘿蔔 其實都夠味 這其實真的很像 外面餐廳在賣的 我覺得很厲害 厲害… 但是 因為通常你講到這裡 就是要但是 但是 不要說但是 你好好但是 但是就是 Jaco哥 對啊 他說實在的 他的實在太香了 他又犯規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因為他炒的那個內餡其實很豐富 是 然後裡面的料又炒得很入味 然後因為有奶油 對 然後又整個 你不是不喜歡野奶 你剛剛也講野奶不健康啊 沒有 他不喜歡 問題是他要依照小朋友 有可能會思考的角度啊 沒關係啊 最少他不是小朋友 無所謂 真的會選擇熱狗寶 好 來… 他吃起來就很像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吃起來很像 麥當勞的漢堡味道 不知道是哪裡 還是那個起司的味道 還是怎麼樣 整個香氣超濕的 真的假的 這兩道我都好想吃吃看 好 就看小朋友會怎麼選擇囉 J 你想先來是不是 好… Ela 右邊是熱狗寶 左邊是咖哩餃餃 好不好 酥酥脆脆那個 那你投票 其實你可以先回家 有多遠就走多遠 可以不用先回來 看Jasmine Jasmine 好喔 來囉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喔 好 那幫我們投票 右邊是熱狗寶 左邊是咖哩餃餃 OK 熱狗寶一樣 OK啦 好 剛剛不是跟我同一隊的嗎 不一定啊 所以他們 他們是選擇他們覺得好 不是… 對 孩子都很容易洗手 好 換Jason… Jason你先來 Momo 你最後投 右邊 右邊是熱狗寶 左邊是咖哩餃餃 好 請投票 他們應該都生病了 不會吧 真的會一面倒嗎 沒有 我覺得 Jaco太犯規了 真的 來…換Momo 好 Momo加油 Momo 好 你有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那請投票 你有決定了嗎 決定了好 那請投票 對嘛 一定是有愛吃三餃的嗎 Momo…來… 依蓮姐姐問你 右邊的那個是熱狗寶 熱狗寶 你要不要仔細看清楚 看一下… 右邊這個是熱狗寶喔 有麵包的這個喔 左邊是第一個吃的那個 酥酥脆脆的喔 所以你喜歡這個對不對 好 他喜歡這個 好 確定了… 不過看得出來 這四個孩子 未來最有成就的就是Momo 就是嗎 我只能這麼講 真的 但是雖然今天Jaco 贏了這個比賽 我真的要來吃吃看說 到底Jaco的東西 有多犯規 為什麼小朋友都會投這個 我先吃一下趙哥的好了 你先吃他的 他味道比較沒有那麼多 我直接拿好了 對… 他其實味道非常濃郁啊 我覺得就很像外面餐廳賣的 非常好吃 而且我覺得你沒有用炸的 也沒有用煎的是對的 這樣是最健康嗎 因為他完全我這樣摸 他沒有油耶 對啊 很清爽 我可不可以預言一下 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 吃過趙哥裡面的內餡 我覺得他這個做的 像剛剛講的是 印度餐廳做那種 真的是比較像餐廳做 才給大人吃的 你知道嗎 那你吃吃看我這是比較 因為我有小朋友 我今天在做給小朋友吃 所以我大概知道 小朋友的味道是怎麼樣 但是我不得不說 趙哥的這一道 因為他的咖哩味道 非常明顯的 會不會小朋友 是不太愛那種 很明顯的那種 印度咖哩味道 有可能啊 因為基本上孩子 對這種口味比較重一點 是比較 加粉吃吃看 我吃吃看 我剛剛吃過內餡 所以我知道 他這個 好 那櫃子我也要吃吃看你的 對 我看看你的 他這個是很像印度餐廳做的 這有辦法 這樣要把它剝 你吃看看 你嘴巴還真大 如何 其實很難選 是嗎 這兩個沒辦法擺在一起 你吃吃看 我要吃吃看 它的到底做得怎麼樣 它是有熱嗎 沒關係 我剛剛吃熱的超好吃的 好不好吃吃一點點味道就好 不用吃到那麼大口 好嗎 你是晚餐沒吃 我很想吃 但我不得不說 如果說 小朋友沒有很愛洋蔥的話 他知道洋蔥會太明顯 但是 趙哥這個 大概是在小朋友的年紀 再加上30歲 就會懂得這道料理 對 是 可是他們大概3 40歲 應該會懂這道料理 沒錯 但是這個的話 超級像在素食店賣的東西 非常像那種 但是重點 它不是素食做出來的 它是健康的 它是健康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步驟 好不好 是 教哥你自己覺得呢 就是難吃 幹嘛這樣 我覺得其實都蠻好吃的 不錯 是真的不錯 只是說因為他這邊 有加一些 剛剛就有加口講的 因為他有小朋友 所以他在孩子上面 這個料理喜歡 只好孩子喜歡吃什麼口味 所以就加一些野奶 加一些奶油 看這個整個食物更豐富 就看在我有小朋友的份上 今天我們就這樣子吧 好不好 OK 好不好 都給他 都給他 都給趙哥 都給他 但是我覺得 Jacko的確是比較懂 小孩的味道 你又是麵包 又是麵 又像是肉醬一樣 小朋友不可以 對不對 但是我今天覺得趙哥 你應該要輸得心急一口 開玩笑 廚藝大師 都出七本輸的人 如果今天再輸給我的話 這數據出版社群可以關門 好 今天謝謝趙哥 謝謝家康 謝謝伊玲 謝謝四位小朋友 就是育樂 下次見囉 拜拜